好 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二段 看看究竟是谁拿到了这1000英镑的奖金 两天之后 来了一个人 叫路易·布莱里奥这个人 那么他呢 也到了这个加莱这个地方 并且还带着一架飞机来的 叫做11号飞机 这个两天后 这个简单不说了 路易·布莱里奥 这个叫路易·布莱里奥 这个注意这个路易这个发音 不要读路易斯 后面那个S是不发音的 这是个法国人 法语中呢 这个单词末尾的S还有X 仅仅是一个单词本身字母 但它本身不发音 所以不要发音是路易斯 咱们这个中文呢 可能就翻译有问题了 咱们看第91页 91页译文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个 两天之后路易斯布莱里奥这个翻译有问题 因为要路易 不要读成路易斯 好多好多 咱们看一下例子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人名字 路易 路易 而不要读路易斯 你看美国有个州叫Illinois 也可以懂之Illinois 这原来是法国人住在这儿 叫伊利诺伊州 但很多人把它翻译成伊利诺伊斯州 这是外行了 这个S不要发音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Illinois 或者这么读一下Illinois 不要读成伊利诺伊斯州 这个翻译都有问题 还有好多你像本文中的加莱港 不要读Kellies 后面这个词不发音 我们读一下Kellie Kellie 这是加莱港 这是一个港口 这个法国著名的加莱港 跟多福尔海峡 跟多福尔港是隔着海峡相望 以下还有我们先说那个查理 在法国人的名字不能读着Charles 要这么读 12了 12了 读着查理 而不是查尔斯 还有我们在第四册 第三课 里面会出现小城沙穆尼 这是法国城市 这个X也是不发音的 我们读一下Sharmonie Sharmonie 这是特殊的法语词汇 注意发音容易翻译错 这个地方不是路易斯 是路易 路易布莱里奥 轻蚀流名了 标榜轻蚀 为什么呢 他驾机飞越印尼利海峡 成功了 咱们看看这个人做个大致介绍 路易布莱里奥 这人是谁呢 是个French Engineer and Pioneer Aviator 他同事是一个法国的工程师 也是一个先驱飞行员 这个Aviator 也就是Pilot 意思一样 只不过Aviator 这个词稍微古旧一点 那Pilot 指当代的飞行员更多一些 我们再读一下Aviator 这不来自于航空Aviation吗 是类似的 再看做介绍 After designing and building various types of experimental aircraft He concentrated on developing the monoplane 那么在设计和建造了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些实验类型的飞行器之后 Aircraft就各种飞行器了 他全身贯注Concentrate on就专注于 集中注意力于来研发这种单翼飞机 Monoplane就下面图片里面的单翼飞机 这一层翅膀 原来都有两层翅膀这种 我们知道mono表示一个 Plane本身表示大平板的意思 一个大板子就单翼飞机嘛 是这么一个 成名那天就是09年的7月25号 在1909年7月25号这天 He flew from Kelly 他从加莱港出发 法国加莱港 to Dover 去Dorfer港 England 那么in one of his motor planes 就驾驶他这么一架这个单翼飞机 这还是用in呢 然后成了怎么样呢 Become the first aviator to 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in a heavy-edged air machine 成了第一个驾驶的一个比空气重的这个机器 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 在以前有人乘过热气球 但是这个比空气轻 这飞机呢它本身比空气重 它利用动力学来飞起来的 他是第一人驾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的人 他对后事还有些影响 你看 during the world war 2 Blaris factory produced about 10,000 airplanes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France and the other allied powers 在一战期间 布莱里奥的工厂生产了大约一半架飞机 给这个法国的武装部队 以及其他盟国部队装备了这个飞机 对抗了这个敌人的侵略 这是他的飞机在战场上 还派人用上了 这是路易布莱里奥这个人 轻石流明了 那么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就没有成功 咱看看怎么回事 Blario had been making planes since 1905 and this was his latest model 布莱里奥这个人 后面用的是过去完成进行史 咱们还记得吗 过去完成进行史 表示从过去的过去的某个时间开始 一直延续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 并且还有可能继续 也可能不继续 就是从过去的过去 一直延续到了过去的某个点 这个期间都没有中断 过去完成进行史 从1905年一直就研发 当时是1909年了 四年期间都没有中断 一直在做事 从过完成进行史 是对的 目前这架飞机 11号怎么样呢 What is latest model 是他最新的型号 这个注意model在这不是模特 而是表示什么机器呀 什么汽车呀 车辆啊等等 咱们翻译这个型号 叫model 尤其用在这些固定搭配 比如是the latest model 叫最新型号 这个latest不是最晚的 而是最新的 还有常见搭配叫做most popular model 就最受欢迎的型号 就卖的最好了 就爆款 咱们现在讲 大家买的最多的 这个型号 一般机器或这个 这个车辆的型号用它 比如说my car is the latest model 我这个汽车呀 买的是现在最流行的 最新的型号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刚才指汽车 下面指机器也行 你看they produce a range of different computers but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model 他们生产了一系列 不同的计算机 但是这种计算机 是最受欢迎的型号 指汽车或机器的型号 用这个model 这个当常识咱们知道就好了 啊 11号 这架飞机是他最新型号 然后呢 a week ago i'm sorry a week before he had completed a successful overland flight during which he covered 26 miles 就在这一周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 路上的飞行 在此期间 他已经飞过了26英里了 这个就是说已经达到英吉利海峡这个长度了 就是只不过是在路上 这个不算数啊 说明他这飞机好有把握 a week before 为什么不用a week ago呢 这个 ago 是从现在开始算 两天前 two days ago 是可以的 如果从过去算 当时1909年是过去了 从过去算 那么一周以前 应该用before 不能够 这个地方用的是对的 在一周前 他完成了一次成功的overland flight 这个overland是路上的 咱们说了 当形容词来用 flight呢 就是飞机的航行 是可数的 所以前面用 successful overland flight 咱们复习一下 flight这个词是可数的 但是航空 aviation 是不可数的 flight表示一次两次的航行 同样的 这个voyage 表示一次海上的航行 乘船 这是可数的 但是航海 navigation 是不可数的 这是咱们在以前讲过的知识 第十课说过 咱们复习了 分别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空中的航行 flight 再读一下航空 不可数名词 aviation 不能说一次航空 这个不行 同样海上的航行 乘船的航行 是可数的 voyage voyage 在航海途中 是不是叫on a voyage 咱们讲过 在途中讲on 但是航海是不可数的 再来面 navigation navigation 这个海峡 现在已经通航了 the channel now is open to navigation open to navigation open to navigation 你看 不可数名词 是这么来用的 那本文中呢 是一次成功的路上的飞行 这个这个这个飞行 后面定义同句 during which during which 代替前面的flight 就during the flight 在这个飞行期间 he covered 26 miles 他一共飞过了26英里之远 那么这个cover 我们以前说过 不强调这个方式 网管是走过飞过 还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坐船 什么骑马骑驢 还是爬着走 总之这个 越过多远的距离 都能cover 走着走也行 这个剧情使咱们 回忆起了14颗造句 造过这个句子 咱们再复习复习 看这句子还记得吗 早在二十世纪三零年代 红军就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在此期间 他们走过了25000里 这个走过了这么长的距离 也可以用cover这个损 早在什么时候 大家还记得是哪个搭配吗 早在什么时候 as long ago as 如果不会回去 把这个14颗再听一点复习 咱们付出一遍 红军的red army 就好了 我们看长征的long march 咱们说过 as long ago as the 1930s 1930年代 the red army 怎么样呢 就已经完成了 had completed the successful long march 然后呢 during which they covered 25000里 就好了 这是 十四颗的知识 跟咱们二十颗串在一块了 早在1930年代 我们知道阿拉伯数字的复数 可以加品 加s 在美国有的时候 可以去掉品 但不够正规 那时候 是阿拉伯数字的复数 红军 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 成功的 这次长征 在此期间 During which 他们走过了25000里 我们说了里 汉语拼音 工程单位 单复数通行 不能加s miles可以 但里不能说里子 这个不行 好 就说明这个人有根 以前我飞过这么长的距离 今天只不从海上飞罢了 以前路上我飞过这个距离 但莱瑟姆一看 遇到劲敌 但莱瑟姆不轻易放弃 跟你死磕了 对吧 这个 latham however did not give up easily 莱瑟姆然而呢 他不轻易放弃 这give up是放弃 他不会轻易放弃 这个简单 那么我们说 莱瑟姆他咬牙坚持下去 这个也行 这个坚持下去呢 我没有习语 这有一个在生活中用的特别多的叫stick it out 也是表示坚持下去不放弃 不轻易放弃坚持下去 这个有个联读 我们大声读一下 stick it out 你看这个k跟后面变成stick it stick it 量到一块儿 后面这个tout 但是t会浊化成d 变成dout stick it out stick it out 这么一个声音 这个t浊化成d的声音了 我们再来 stick it out stick it out 这就坚持下去 不轻易放弃 这个咱们看一些例子 本文中 就可以把它换成leathened however stuck it out 莱瑟姆的然而 他坚持了下去 他没有轻易退缩 可以这么说 stick一般过去是stuck 这是可以的 咱们再看看在France老友记中一个片段 也说那个Ritual也说了这么个词 坚持下去 咱们看怎么说 你看这个Ritual在这抱怨说 oh god I hate my job I hate it I hate my job I hate it I hate it 是不是出现了咱们前面那个字母t是浊化 后面那个字母t是失去爆破 单字母的t是失去爆破 前面那个t 浊化成d的音 懂得I hate it I hate it 最后这个t失去爆破顶住 舌尖顶住上一堂 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 I hate it I hate it 这么来说 I hate my job I hate it 哎呀我讨厌我的工作 哎呀我恨他 哎呀我讨厌我的工作 恨他呀 毛利口说I know honey I'm sorry 我知道啊亲爱的 我很遗憾 不能说我很对不起了 我很遗憾呢 我帮不上忙啊 Ritual说 oh I wanna quit but then I think I should stick that out I should stick that out 看到这连读了 那么wanna wanna是口语 口语中wanna就类似书面的want to want to 读块就wanna wanna wanna连到一块 wanna quit quit就辞职的意思了 我想辞职 但是转念一想呢 我觉得应该坚持下去 不要轻易放弃 你看 坚持下去 不轻易放弃 就stick it out 本文字来色母呢 也是类似这么个动作 好 我们把这片呢 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好再来一遍 我好想辞职 我好想辞职 但我认为我应该把他放弃 stick it out 坚持下去 不放弃 怎么样呢 我跟你死磕了 他说 he too arrived near Kelly on the same day with new Antoinette 他同样too在这前置表示强调 他同样也 那么在同一天到达了加莱港 为什么到加莱呢 Kelly加莱港 跟这个Dover 英国多分港 隔着英吉利海峡相望 这两个港口之间 是英吉利海峡 距离最短的地方 咱们要成功 肯定选最短的地方 都算飞过去 肯定超近路 这个两个 两个地方最近 那么带着一个新的 Antoinette那号飞机 原来那个坏了 沉底了 又造了一个 然后我们说 It looked as if there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 across the channel 看似啊 好像那么即将有一次 穿越海峡的激动人心的比赛了 这个有一个固定句型 叫It seems as if as if 可以换成as though 这个seems 也可以换成looks 就要看上去 好像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这个as if 跟as though 这两个能替换 seems和looks 这两个能替换 当然如果一般过去式的话 也可以换成it seemed 或者it looked 都行 这个时代变化 那么关于这as if和as though 属于什么从句呢 这个语法专家有分歧 有分歧 有人认为呢 as if和as though 其实是逐语从句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it是形式逐语 这个事情是看上去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呢 它是表语从句 因为it是个虚实的逐语 后面是系动词 看上去怎么样呢 主系表结构 这两个解释都有 但是我觉得呢 把它看作表语从句 更能讲得通一些 你要把它看作真正逐语的话 这个sim后面没表语了 就别扭了 所以还是看到主系表结构 表语从句 as if as though 一样 只不过as though 比as if更正式一些吧 看似好像怎么样 本分钟呢 it looked 一般过程是as if 怎么样 there would be 即将有啊 过去将来是什么 当时还没发生an exciting race 一个激动人性比赛 在那 这个across the channel 就穿越海峡的激动人性比赛 咱们造个句子 看似他们之间 看似他们之间 将有一次激烈的争吵 激烈的争吵 叫 a heated argument heated 是激烈的 argument是政治争吵 它来自动词 对吧 我没有一般过的事 这肯定是发生过的事 对吧 我们用it seemed 或者it looked as if 或as though 他们之间会有一个怎么样 there would be a heated argument between them 就好了 对吧 咱们复出一遍啊 it seemed 或者是it looked 后面可以叫as if 或者换成as though 怎么样呢 there 国家当时 would be a heated argument 然后在他们之间 between them 就好了 还是用这个看似好像 这个剧情记住啊 我们写作中经常可以拿来就用 记住搭配之后 写作成绩肯定低不了 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写作第一个 保证正确 第二个速度快嘛 都是半成品拿过来 嘻啦哗啦就写了 流畅的 这句子顺着笔尖 水银泻地 就流淌出来了 平时的多记啊 尤其记咱们三册的好剧情 另外在复兴下 看本文中这个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 这个比赛race 是比赛 但是比赛分很多类 这个race呢 一定是看 这个单位距离的 谁用时最短 它是竞速比赛 所以这比赛用词不一样 像a car race 赛车 a boat race 赛停 a horse race 赛马 a swimming race 游泳比赛 你看都是比赛 但它特征都是 单位距离 谁用时最短 它是竞速的 但还有个比赛 是双方正面对垒的 你打败我 我赢了你 这种双方队员或双方的两个人对垒 这个叫match 或者game 这个叫比赛 尤其在美国用game更多一些 在英联盟国家呢 更喜欢用match 这是双方队员或者两个球队的对垒 你像比如说a boxing match 这个拳击赛是双方正面对垒 a basketball match 篮球赛 football match 足球赛 volleyball match 这个排球赛 这个在美国呢 一般可以换成game NBA的口号 I love this game 我喜欢这种比赛 这game也是比赛 双方在对垒的 但还有一种 但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这是在我们的第21课 在106页第一行出现的是拳击赛出现了 106页的课文第一行 Boxing matches were very popular in England 200 years ago 拳击赛在英格兰200年前相当流行 这个比赛用match 你看用的是对的 但是四侧还会碰到一个常见的比赛 叫contest 这个比赛多强调什么呢 出现这个比赛一般多强调 由裁判打分的比赛 他既不看速度 也不是双方正面交锋来对垒 而是看最后谁得分高 我们再读一下 contest contest 这也是个比赛 用在什么场合呢 你比如说 speech contest 演讲比赛 a beauty contest 选美比赛 不可能两个美女掐起来了 那中摔跤了 对吧 选美比赛看谁得分高 还有呢 a dance contest 这是舞蹈比赛 这并不是双方打起来了 而是看最后评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比分谁高 凭这个这个凭成绩的裁判 这个裁判 这个裁判组打分的 这个比赛 百分钟当然用race 这是对的 那么看似很可能啊 即将有一次穿越海峡的这个竞速比赛了 这个很可能怎么样呢 我们还有一个表达 输货题出现了 我们不妨看一看 而且这个特别容易翻译错 就是promise to do promise to do promise to do 也可以表示很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事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promise to do 它的主意 如果是人的话 那么一定的翻译成承诺 或者答应去做某事 如果表示很可能的话 它的主意一定是事物 还是搭配决定含义 事物做主意 翻译成有可能会怎么样 你像本文中完全可以替换 it promised to be an exciting race across the channel 它的主意是it 代表可能了 可能会有一次穿越海峡的激动人席的比赛 这个地方就不能用it would promise了 因为这个可能会有promise 本身的含义已经包含了将要发生的意思 它本身就用一般识 在这一般过去就行了 不用再用将来识了 本身含有可能发生 肯定是没发生的事 它不用将来识 咱们再看一下例子 It promises to be warm today 今天可能很暖和 一看外边没有风 想情博日 今天可能很好注意 用的是一般识 这是一般现在识 它本身还有将来识的含义 我们再看一道考试阅读真题 这当年的一道六级阅读真题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阅读真题片段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by two friend geophysicists Promise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mystery Groundbreaking 是不是来自于刚才我们看到的 break new ground 开天辟地的 对吧 那么的groundbreaking倒过来 就开拓性的 创新性的 这么一个 开拓性的研究 谁做的呢 两位法国的 physicist是物理学家 geo是表示earth 表示大地的意思 像geology 地质学 那geography呢 地理学呗 放在一块地球物理学家 两位法国地球物理学家做的开拓性的研究 promise to do 不能反正答应了 有可能 shed some light on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到了38课会讲到 叫揭示 shed照射吧 把光线照到上面了 不是揭示真相了吗 揭示这个谜 这句话不好理解 关键是这个习域的会翻译 两位法国地球物理学家的开创性的研究 有可能会揭示这个谜底 这个包括shed light on 在第38课 这个最早的日历 咱们未来会讲到这个大肥 都是三册讲过的结构啊 三册学通了之后 像四级六级考研这种简单考试 就比较轻松了 当然要彻底把它干掉 学四册吧 四册不但是考研这种考试轻松解决 包括什么托福雅思考试不在话下 甚至直二一考试都能帮非常大的忙 哎呀 这经典真是好啊 咱们做说后题吧 93页第7题 快点啊 翻书 93页看第7题 It's 什么 to be an exciting race across the channel 很有可能有一次 川阶海峡的比赛 我们说了 他本身用一般诗 只能选D Promised 特别用一般诗 表达将来的含义 所以不能用A 应该选D B和C更不可能了 只能选D是正确的 好 再回到文章中 Bose planes are going to take off on July the 25th But Latham failed to get up early enough 这个句子简单 两架飞机呢 他们都商量好了 都打算在7月25号这天起飞 咱们看他背景看到 这个Lui Baleu这个人 就在这天成名的 他成功了 但是莱瑟姆呢 却未能起得足够早 Fail 2的未能怎么样 看他睡懒觉弹幕式 差点就轻视流明了 就差这么一点 结果呢 他这个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布莱里奥呢 他很早就起来了 After making a short test flight at 4.15am Blareu set up half an hour later After在这还是当借词来用 这个making在这是动名词 动名词 在做了一个很短暂的测试性的飞行 就是4点15分凌晨的时候 测试飞行之后呢 布莱里奥半小之后起飞了 Set up在这是起飞 其实就动身出发的意思 甭管是起飞 还是起航 还是跑步开始 还是起马开始都行 这是在第十课咱们讲过 set up set up start up start up 这四个搭配一样 都是动身出发的意思 不强的方式 本文中根据上下文 翻译成起飞了 我们再读一下 set out set off start out start off 注意都是动身出发的意思 不强的方式 甭管怎么走都行 总之是离开了这个地方 到别的地方去了 动身了 本文中就是半小之后的起飞了 这是用的是set off 我们在复习第十课中 五十页的第九昂 又出现了 出发以后四天 就是当行人在北大街上还就是了 如何如何 出发以后四天 用的set out 这是起航了 船嘛 这是坐船起航 在本文中冲飞机起飞 总之都是动身出发的意思 看到了吧 set out 跟本文中set out完全一样 它不强的方式 甭管是船是飞机 还是骑驢 还是走着走 这都可以 就是伟大的航行呢 大概就是四点四十五分 四点一刻半夜之后 四点四十五分 这个起航了 his great flight lasted 37 minutes 他这次伟大的飞行 这flight还是比较具体某一次飞行 延续了37分钟 when he landed near Dover the first person to greet him was a local policeman 当他land看到是着陆 刚才讲了 在多福尔港着陆的时候 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是一个当地的警察 对不起 这是不许停飞机 罚款五块钱 警察来了 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注意那个后面 to greet him 是一个动词不定式 当后制定员 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那时候还没过来呢 要往这走呢 用动词不定式 to do 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 用to do 有一个结果跟他类似 下一个朝我走过来的人 也是用to do 你不信看二十八克 这个句子跟他相应成去 是不是一对 134页的第十四行 二十八克五磅也太贵 134页第十四行 他说 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was selling expensive pants and watches 下面一个朝我走过来的人呢 是卖昂贵的那些笔和表的人 你看 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走过来接近呢 跟本文中那个 the first person to greet him 相应成去 总是 第一个来做某事人 下一个来做某事人 to do 这个用的对 是当地警察 但是莱瑟姆尽管输了 但他还 还不放弃 哪怕做第二个人呢 也行 Latham made another attempt a week later and got within half a mile of door but he was unlucky again 莱瑟姆在一个星期之后 又做了另外一次尝试 这个第一段讲过了 不再说了 make another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又做了尝试做某事 这个咱们说过了 并且这一次呢 更近 离多福岗只 在半英里都不到的地方 但是他又一次很不行 这个又出故障了 还是技术不过关 估计他的飞机烧的是低沟油 这个结果呢 又汪当又掉下来了 但是里面说 离多福岗不到半英里 这个不到半英里 是怎么翻译过来的呢 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结构 这个不好翻译 waiting...off 表示离off 后面这个地方 还不到什么什么呢 不但指距离 也可以指时间 本文中 waiting 后面跟着什么呢 half a mile 这不到半英里 离什么呢 ofdover 离多福不到半英里 这离 后面这个东西 不到前面这个东西 时间距离都行 怎么看例子 I live within a mile of the city center 怎么翻译 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离市中心不到一英里的地方 你看离市中心放在off后面 1英里放在within后面 对吧 而且指时间也行 咱们看这个句子 The company is within a week of bankrupt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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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破产 什么意思呢 这家公司离破产不到一周 眼看着两三天就破产了 离什么什么不到什么 这不到一个星期指时间也行 本文中呢 有了这个习语 咱们就看明白了 于是就翻译成 但这次呢 离多福尔港 还不到半英里呢 这个地方 眼看着就看到那海岸线了 可是 but he was unlucky again 他再次很不行 为什么呢 his engine failed and he landed on the sea for the second time 他的马达再次出故障了 failed 咱们第一段降过了 and he landed on the sea 再次呢 第二次被迫降落在海面上 这个for the second time 叫第二次发生 这个一定得做变析 for the second time 叫某事 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了 但做个变析 如果用at the second time 表示在第二次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了 这不一样啊 for the second time 表示发生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发生了 at second 表示在第二次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了 同样的 for the first time 表示第一次做某事 以前没有做过 首次做某事 但是at the first time 表示在第一次的时候 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得做个变析 咱们看一看新概念英语第二册 第四十三课 新概念英语第二册 第四十三课 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的第四十三课 出现这么一句话 in 1929 three years after his flight over the North Pole the American explorer R.E. Bird successfully flew over the South Pole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发生 第一次做某事 在1929年 在他这个飞越北极 北极点 这个三年之后 一个美国的探险家 叫R.E. Bird 这个人 成功的飞越了南极 怎么 首次飞越南极 就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 是首次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用at the first time 但是在第一次的时候 某事发生了 这个不对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还是 这个走遍美国 这个口语教程的片段 咱们看一下 Is there something still wrong, Robbie? I'll be okay Going away to college for the first time Always makes one a little nervous I guess so I'll be okay I just need time to think 这是Robin呢 当时考上大学 正在考大学的时候 要选志愿 当时一直拿不定主意 举棋不定 心情不好 所以这时候爷爷就问 Is something still wrong, Robbie? Robin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呀? 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呢? 这个Robin You make one a little nervous 就是第一次上大学呀 总是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紧张 离开家上大学了吗? 没有去过 for the first time 不能说at the first time 那是在第一次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不同水 这首次上大学 以前没有上过第一次上大学 总是使人有那么一点紧张 a little nervous 然后呢 这孙子说了 I guess so 我猜是这样的 I'll be okay 我会好的 I just need time to think 我现在需要时间来考虑 需要时间来考虑 把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Is something still wrong, Robbie? I'll be okay Going away to college for the first time Always makes one a little nervous I guess so I'll be okay I just need time to think 注意 for the first time 叫首次发生 for the second time 叫这个事情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了 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第二次课 文章文字本身不难 但里面重点支持点呢 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还掌握了一些历史知识 好 第二次课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我们跟老师就修到这 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